大家好,我是家族苏的导演苏玉婷 家族苏记录了苏人建筑师杨三二 为家人徒手盖一栋纯卡榫的木造建筑的故事 因为这个快要消失的记忆 也让这个建筑的完成日期一再拖延 他的老婆跟女儿也为经济担忧 这个拍摄期也跨越了我人生的十个年头 我也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女人 成为妻子与母亲的角色 这让我在拍摄的过程一直反思家的意义 到底人为什么要有一个房子呢 我希望透过这部片能够让观众去反思 人与屋的欢喜 也留给观众对于家的想象的各种可能 感谢大家的观众 他们在发生的情况下 看起来 几个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